TVBS新闻魏佳良云林报道 来关心政治焦点 台东县长选举现任县长邝立真到最后一刻才宣布退出选战 外界揣测他跟国民党提名的黄建廷拿立委当交换条件 国民党办理补选初选登记到截止只有邝立真完成党内初选登记 几乎就是等于获得党内提名了 少的是晚间马总统跟邝立真同台握手的时候 特别还拍了拍肩膀而一几句应刃联想 巩固台东县版图总统院长再忙也要走一趟 舞台上原本要争取连任最后一刻才放弃登记的县长邝立真 拉票也相当卖力 不及前嫌邝立真的顾全大局 早一步上台助讲的同党立委都忍不住夸赞两句 大团结真的是有德有为 我跟各位一鞠躬 谢谢 代表过去问大家对邝立真的支持 未来四年要对舰艇的支持 当时坐在台下穿着台东县长背心的邝立真 从背后开不出反应 轮到他上台时 马总统还特别拍拍肩膀摇耳朵感谢成全 只是早在几个小时前 邝立真早已铺好未来的政治路 委托代表登记补选立委 我们完成登记的同志有邝立真同志一位 同而竞选党内提名 在政治版图蓝大于绿的台东 邝立真只要拿下30%的民调支持 转跑到当立委的可能性实在不小 只是过去盛销城上县长立委的交换说 难道真是安排好的戏码 操盘的马主席晚会上没说明 过去也从未把话说死 在与邝立真握手的这一刻 留下许多想象空间 TPP新闻刘景元开东报道